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智慧型手機 剛剛已經有讓老師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樣的方式 你透過這個這樣就看到我了對不對 那我們到時候等一下錄影的時候 就是錄螢幕上的畫面就可以 這是一種方法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完成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這邊 這裡 好 來到這邊 那麼 建議老師當然 最簡單的就是像這樣 搭配麥克風或者是我們網路攝影機 那還有特別講講 不使用的智慧型手機對不對 因為你用你現在自己在用的 雖然也可以 但是掉下去的時候比較痛而已 哈哈哈哈 對齁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那您用這個舌管啊 其實我還蠻鼓勵老師 你可以用 我現在這種是有點就是那個鋁管 鋁的 我覺得它就是彎曲度是比較好摺 那但是我現在一般外面比較常看到的是 像我們腳踏車那個鎖有沒有 那捲捲捲捲捲的鎖那種塑膠的 雖然也可以摺 但是感覺好像就覺得沒那麼好摺啦 所以您可以自己挑選一下 請問這個會不會很貴 200塊有漲 如果你買到200塊以上的 應該也300塊有漲 這樣可以嗎 所以應該蠻容易的 那這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裡 這一個 這就是我們現在用的方法 也就是搭配你的手機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硬體的部分 你可以有一個智慧型手機舌管 或者你的自拍神器都可以 那 無線網卡的部分呢 可能就看 如果老師您是搭配Notebook就不用嘛 因為Notebook本來就有無線網路啦 對不對 可是如果您是PC的部分 可能就需要搭配一個這樣子 讓 因為一般我們PC都是實體的線路 所以您就必須要搭配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 蛤 這樣啊 你看 拿來做實物投影機也不錯嘛 這個是無線網卡 有沒有小小一個而已 那這個大 我買兩個 一個是小米的 99塊 這個華碩的200多塊 這是你用PC才要啦 因為等於你要讓它有無線網路嘛 無線網路才需要 那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這邊 這是硬體的需要 硬體的部分 那軟體的部分呢 您搭配這個 兩個 那個APP 一個叫做 都叫做IP攝像頭 只是一個簡體 一個是繁體這樣子 那我比較常用是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的 感覺是 功能比較多 也比較穩定一些 所以呢 我們只要這兩個搭配起來 然後呢 您的手機的部分 手機部分 您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這個打開 當然 我們一般會就是把 手機的那個 熱點 打開 您可以用學校裡面的 無線網路也可以啦 如果 教室裡面有無線網路 您可以連過去 也是OK 但是 因為有時候怕說 學校網路太慢 所以我通常就是把 手機的那個熱點打開 就是您的無線網路跟別人做分享 有沒有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從PC PC 或者Notebook 連到我們手機這一台 那 預設的這個網 它的網址 通常都是這個 192.168.43.1 然後後面是一個冒號 8080 它有一個Pore號 那 如果您這樣看不清楚 我直接切過來給您看 您看 您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網址了 有沒有 你打 打這網址繼續 只要你的手機那邊有開了 就是無線的那個分享 然後也把我們這個APP打開 那麼 您透過網路連線 你可以選擇 我用瀏覽器的方式去接收這個視訊 就好 那要不要接受聲音 你自己決定 聲音預設 我們沒有接收過來 可是如果你想要接收 你可以用這個 HTML的 5的 那這樣 就會一併連聲音都一起抓過來 這樣OK嗎 可以齁 那個手機的畫面等一下我再給您看一下 手機的畫面等一下我再給您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那原則上呢 大致上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完成這種 你看像這個 因為其實像 我們在一般教室裡面 老師可以用的東西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說 可以的話 我們用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找到 比如說同學的作品也好 或者是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分享的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使用 那 實際的操作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一樣 右手邊這個就是了 右手邊就是實際操作的一個情形 這樣有了解嗎 簡單的先了解這樣子 那要實作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再給老師看一下 好